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Anne與Lam的頻道 我們今天和大家分享 雨佳的藝術人生 雨佳是四十年代後期至五十年代 香港著名的粵劇和電影演員 同星出身的她在六十年代 長大後在粵劇轉演文武生 而在粵語片裏做男主角 七十至八十年代 她只是做粵劇文武生 雨佳原名是習雨佳 爸爸是武生習善蟲 而媽媽是花旦周紹英 雨佳七歲已經開始踏上台版 十五歲擔綱 被譽為神童 唐迪生曾這樣稱讚她 恐用四歲能讓離 君金七歲亦神奇 歌台一出生旅報 亦是離縣可惠兒 雨佳曾經跟北派名師 黃鳳山、田其方、袁小田和其玉坤 學習北派舞藝 曾經跟陳漢中和劉佳學習國術 唱功方面她跟過 盧家賜、張生、黃月生和羅寶生等名家學唱樂曲 至於京康就是跟隨逢學亭學的 1945年 八歲的雨佳已經開始領導父母先祖 單山奉劇團 1948年再祖雨佳劇團 在省港澳巡迴各地演出 而在1953年至57年 雨佳受聘去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演出 1962年12月 雨佳與南紅組成慶紅街劇團 70年代與李寶瑩組成街舞劇團 而1983年與南紅再合作 組成慶紅街劇團 在1993年她告別粵劇舞台 而去到2011年 她將大量自己的珍藏捐給香港文化博物館 包括戲服、劇本、戲橋、照片和道具等等 一共有二千多件 在2023年12月28日 雨佳在香港逝世 享年88歲 2018年9月9日 在電影資料館影后的座談會 雨佳提起的《一柱擎天雙虎像》 原本是她的開山首本戲 而李鳳鮮也提及過 她難忘的《雨佳》另一首本戲 就是她以娃娃生應功的《雙槍綠文龍》 講到神童《雨佳》的美語 《雨佳》曾提及過 《雨佳》曾演出過《永江明》粵劇團、《彩龍鳳粵劇團》、《慶豐年》劇團、《新街英》劇團和《彩虹街》劇團的神功戲 劇團包括珍珍珠塔 《蝴蝶杯》《九環刀》 《金蓮棄叔》 《一曲鳳求王》 燕歸人未歸 金猜忍鳳凰 三氣錦毛鼠 春風吹到玉門關 英雄兒女寶江山 南角街人朝漢帝 豬亂碧合劍為梅 一劍能燒天下仇 玉龍彩鳳杜春燒 碧海晴天併帝花 一柱擎天雙虎杖 金鍋鐵馬妖情關 而1971年起 宇佳曾在大龍鳳劇團 慶紅街劇團以雙斑制形式在香港演出 包括林聰夜濱 英雄兒女 春風吹到玉門關 南角街人朝漢帝 豬亂碧合劍為梅 一劍能燒天下仇 而1953年起 他曾受聘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演出 包括黑玉段長歌 江水王 夜濟真飛等 1945年起 他參演《單山鳳劇團》和《雨街劇團》的劇目有 《山女步》 《紅孩兒》 《湖北歸》 《小奇俠》 《金鍊氣宿》 《打凍結拜》 《三氣周瑜》 《武寵殺嫂》 《三娘教子》 《山東響馬》 《二道玩危城》 《拿渣鬧東海》 《呂布雨雕纖》 和《方世玉打擂台》等等 至於電影的演出 《雨街的爸爸》 《雜善蟲》 負責監製 《善興影片公司》 的出品有 《一廚慶天雙虎將》 和《甘羅拜相》1949年 《劫侯孤兒》1950年 和《拿渣大戰》《紅孩兒》1950年 另外還有《拿渣鬧東海》1948年 《小合艾虎》1949年 《紅孩兒大戰》《五龍公主》1949年 《拿渣梅山修七怪》1949年 《三娘教子》《紅孩兒》 《甘羅拜相》《李玄霸》《孤兒救祖》《黑衣皇帝》《石鬼仔出世》 和《石鬼仔夜戰》《五虎將》等等 都是《雨街》1949年的作品 來到1950年 有《馬勾精》《大戰金錢炮》《拿渣大戰》《紅孩兒》 《劈山救母》《慈魂太子》《酒國》《拿渣三氣六耳侯》《關東小合》《大破蓮花陣》《劫侯孤兒》《關東小合》《大戰女標師》《小羅賓漢》等等 《至於1951年的年 有《菇初淚》《關東非俠大戰方世獄》《大戰方世獄》《到了1952年 有《雅牛新傳》《新舌丁山》《三氣飯尼花》《新須甯山》《三氣飯梨花》《生包宮夜審姦國懷》《冠陰》《大娘阿斗觀》《吾戛右稼》《怪孫》《海棠花前雷》《歌唱荒世獄》《打落》《少年漢》《大螺 Chute》《麻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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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 擂台上下閘 梁蕭花弄月 到處惹人年等 至於1954年有 苦盡今來 而1955年有 歌唱我 符舊舞 情鬥初開等 還有春色滿世相 而1961年 有一處晴天 相府將 1962年有 蛇女飛魔 岳飛出世 白帝成會妻 橫掃江南七霸天 乾隆王大鬧 幸花柳 這是1963年的作品 而 白骨陰陽劍的三四集 都是1963年的作品 1963年的作品還有 1.0西化彩虹 七彩寶蓮燈 猴子兵華山救駕 鐵馬神龍 神合鬧金聯 魚貓大戰感無鼠 吸血神鞭 龍虎三女霸上下閘 � 땫學魔龍 鷲駁蒸 爭毛鷹 鱼鷂 siinä 日本的人 到了1964年有三個政宮舊太子上下閘 龍江三虎上下閘 金箭銀龍 滿堂吉慶等 至於1965年有真假後皇鬥八仙 火燒平陽城 神劍魔燒上下閘 神雕女俠 孫悟空大鬧雷音子 1966年有觀音德道香花山大河壽 而1967年有昆倫三殺手 至於1968年有梵梨花 好了,我們今天分享到這裡 請大家點贊、留言、分享和訂閱,拜拜